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 他沒有資格當我們的特首 因為我覺得他是強姦民意 自民望如浮雲特首今年的支持度 如坐過山車 年中他說中央經濟好 六四事件自有公論 這直說受到輿論滿意的評擊 六四燭光晚會人數創歷史新高 李倫華是特首的六四言論幫忙做事 人氣急跌的還有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中大戀班認衰大家 中大戀班認衰大家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我們鼓勵大家都是透過理性和和平的方式 去表達他們的意見 反觀一度因為急性心臟病 要接受通波仔手術的才爺曾俊華 因病得谷 出院之後支持度上升 生老病死等類的事情 是人生必經的階段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面對自己面前 現在每一分鐘每一秒鐘 活得精彩 也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政府若勢管治危機也逐步浮現 提出公務員減薪方案 率先觸發多個警察工會計劃上街抗議 他們是全天候 全天候為市民服務的 我相信他們亦都明白 他們在市民心目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最終在警隊一哥安撫之下 避過這次危機 但按得一邊按不到另一邊 多個紀律部隊工會 不滿人工減快加慢 罕有感上街表達訴求 最終政府年底通過調整紀律部隊薪酬 八成紀律部隊人員有工加 庫房會連要花多8億 冷血 屋獨的行為 今年強水彈狂途載到現身 旺角 深水埗 銅鑼灣 西灣河先後有人空港強水彈 局長 郭先生 你希望可以重組到案發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的 希望在這方面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識別到 例如更加准确的角度可以看到 究竟在哪一棟流域或流域中 哪一层是附射性液體的瓶釘出來的 警方高度關注 在人多的黃區家莊天眼 誓要緝拿兇徒歸案 但強水狂逃至今仍然逍遙法外 全力打擊罪案保障市民是執法人員的天職 打鼓嶺平邪村七月一家四口面門慘案 警方迅速破案令人激震 但執法人員在過去一年 不少行動被指過火引起爭議 七月有警員在觀塘妖道 正用多部的士和貨車做人肉路障 打經非法採車 在行動上可能在盤段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就要用有關的人士 尤其是這些有關的車輛自己去自協 令市民震驚的旺角警署 強姦案亦浪漠 前警務人員梁麗 還承認強姦女暴犯人 冠入獄十二年 香港市民大眾服務 這麼多年 是我一生的榮幸 在這段非常時期 金館局往後的工作將是會充滿挑戰 凡事都有定期 ными日子 天下萬物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期 人員 說明天下萬物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